好 延续看着川普急着5月1号要解封 而美国现在确诊76万人 上升的人超过4万人 尤其在各州都没有办法做到大规模的筛检 大规模的有检测结果 这使得解封太快这件事情 其实是过半美国民众共同的忧虑 美国的医疗专家也都说 如果要安全解封 全美的病毒检测量必须扩大到现在的三倍 一天至少要减50万件才够 现在一天只能够减15万件 美国好多州的州长都向联邦政府求援 必须要提高检验量 而维基尼亚州连最基本的裁剪棉棒都不够 川普能做的是先承诺 动用国防生产法赶快增产裁剪棉棒 距离美国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50天 如今美国已有超过4万人死亡 76万人确诊 不过美国领导人总统川普 最在意的是这个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已经进入最后倒数半年 眼看防疫不力 就要重创自己连任之路 川普忙着把责任 推给各地州政府 不过川普可能不记得 一个多月前他曾这么说 美国专家一再强调 解封的关键在大量病毒检测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指出 美国阳性比例还太高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足够的检验下 阳性率应在3%到12% 但目前美国高达20% 哈佛专家认为 5月1号前 美国单日检测 至少要50万件 才能安全解封 但现在仅15万件 各州州长也都大声疾呼 病毒检验远远不够 不过联邦政府 显然装作没听到 川普还在记者会上回击 都是民主党的州长在抱怨 称中央已创造极大的检验量能 他也将动用国防生产法 增产裁剪柿子 每个月生产2000万个 不过事实是 马里兰州共和党的州长 也反驳川普的说法 川普急了 想要证明自己经济 防疫满分 但在这重大疫情中 却满脑子连任选情 让美国记者都看傻眼 根据华尔街日报NBC最新民调 百分之五十八的选民担心 美国解封太快 百分之三十二则认为 居家林太长 伤害经济 而关于新冠疫情 只有百分之三十六 相信川普说的 百分之五十二不相信 不过川普整体支持度 还是维持百分之四十六 不支持率百分之五十一 另一份盖洛普民调则显示 川普支持度开始下滑 目前百分之四十三 比三月跌了六个百分点 不支持则上升九个百分点 达百分之五十四 川普特别在记者会上播放两分钟 纽约州州长古墨 称赞联邦和州政府合作的片段 不过纽约市市长白丝毫 可就不客气 大呛川普漠视纽约疫情 白丝毫直指川普的无作为 就如同七零年代的总统福特 拒绝对深陷财政危机的 纽约市纾困 上周白丝毫已经宣布 要删减二十亿美金 相当台币六百亿的市政府服务预算 因为资源已拿来对抗疫情 周末白宫和民主党国会议员 一块达成协议 将再近三千亿美元纾困中小企业 因为不到两个星期 第一波薪资保障计划的三千五百亿 就已经见底 第二波纾困 预计将包括医院的七百五十亿美金 和新冠病毒检验两百五十亿 但不包括援助州和地方政府预算 第十亿美金